圣诞节标志着新的一年开始 旧的一年过去 装饰圣诞树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节日 我的名字叫吉祥 我想给大家看我是怎样变化的 跟我来 太简单了 我做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和做 这个屋子是空的 我发现了一个好的工作者 那就是我 我认真地去计划 找到很好的设计 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所以我没告诉他们 我用塑料管铺层下水道 非常简单 我戴上了安全眼镜 我加上了隔音墙 到处都是隔音墙 我们的乌龟喜欢这个 我喜欢装饰 管道的噪音不见了 我把墙给挪开了 我将冰箱上的厨柜的空间 给封闭了 餐具时变得大了 我将电扇的玛丽扩大了三倍 以前我在厨房工作的时候 总觉得太黑 所以我装了很多的灯 我喜欢现在的样子 请看我是怎么做 我将棚顶挖平 走廊的门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容易的开和关 所以我改变成内拉门 以前我经常把五个开关 给弄得乱七八糟 我安装了恰到好处的开关 现在我把它们放在角落里 安排开关放在合适的位置 我又安加了几个特别的开关 为了圣诞节好用 所以我决定了 把TV放在罩子底下 而且我非常高兴地 将壁炉挪开了 我选择了高雅的花岗石石砖 特别是这些开关 非常方便你使用 我决定和建设的 这个图形房间 得到了很多称呼 用樱桃木这个富贵的颜色 去装点它 我精心选择了我喜欢的硬木的吧 我选择了迷人的 眼淫耳目的黄冠 镶嵌在天花板上 并且还有圆形浮雕 我安装了两个柱子 像个笛子 我挪开了侧边栏 我喜欢现在收拾的环境 我非常高兴 我设计的图形 这是我做的所有的工程 谢谢收看 当然了 让所有的私心 以圣诞节结束 我设计的图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